那我現在是就是全職在做YouTuber 我從2007年開始上傳我第一支影片到YouTube上面 當時就只是系上的活動 系上跟同學拍一些努力的影片上傳YouTube 也沒有什麼在經營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有點像是自己的資料庫 自己的影片庫的那種感覺 那一直到2013年的時候我退伍之後 我還是很喜歡拍影片 然後就上傳了一支以幼稚園小朋友為主題的影片 然後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後來沒想到那支影片給大家廣為分享 然後從那之後呢 我才開始被網友們注意到 開始知道說原來有這個小子有在拍影片 原來他是浩浩他的名字叫做什麼什麼 那我一直到去年我才從研究所畢業 那那個時候呢其實我就有在跟一些廠商接洽 做所謂的業配文這樣子的東西 那其實從在YouTube之前 可能就是部落客時代 那時候開始有很多部落客 那時候就有所謂的業配文章 就是我們所謂的業配文 廠商邀約的這些文章 那其實呢很多文章 因為可能很多部落客都知道說 業配商業文廣告文這種東西 網友不會喜歡 所以呢他們有時候在寫業配文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會寫說 今天怎麼出門去逛街 看到一個很好用的什麼產品 就把它買回家用 然後分享給網友們 然後但是呢很多眼尖的網友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網友都不是笨蛋 不能把網友當笨蛋 他們其實都很聰明 他們都知道說 你這個明明就是廠商邀約吧 什麼產品資訊 連價錢多少都標出來了 這很明顯就是業配文 但是你還是要去講星星那邊 裝作成不是業配文 所以很多網友就會看過很多部落客這種手腳 那我後來在拍業配影片的時候 我想說 那竟然奪奪長長會被網友發現 那我何度就坦蕩蕩的 於是呢 我就有些影片 我就直接了 改名就說 這就是業配文 直接就進入業配主題 一開始就說 這就是業配文 GoGo什麼的 然後結果網友看到 開始也很新鮮說 這個不是不能被人家戳破的東西嗎 或是很多網友就是 對這個東西很敏感 結果你一下子就爆破這個東西 他們開始覺得很好玩 於是這種直接進入業配主題 直接戳破業配這樣 這個東西的這樣的想法 開始讓網友覺得很新奇 那這也是我覺得 網友對於 可能我影片的業配文 沒有這麼反感 其中一個原因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自己也是想你 我自己也在網路上 常常躲在後面啊 亂留言什麼的 我很常做這種事情 那我也知道說 網友其實對業配文這個東西 也是很反感 還是很反感 到現在還是 很多人很討厭所謂的商業影片 他們覺得說 我訂閱你 我看你的影片 我支持你 但是你卻在消費我對你的支持 我看的影片 你卻在賣我東西 所以他們會對於業配文這個東西 就是存在一個 一開始就畫下一個很大的定義 就畫下一個XX 那我想說 既然我要當全職的YouTuber 我一定要接所謂的商業影片 我才可以吃飯 我才有錢可以去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你是想說 那業配文這個東西 我就避不了 我一定要拍 那要怎麼樣拍出 讓網友想要看的業配文 或喜歡的業配文呢 我就想說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業配文 那很多網友對業配這個東西 一開始就有很多負面的觀感 那我想說 那至少讓這個影片要有趣 要好笑 要好玩 讓網友看完這部影片 他的內部 覺得好玩 好笑的情趣 是大於業配文所給他的負面的觀感 於是這也是變成 我在跟廠商接洽一個很大的原則 我至少要讓網友覺得 看完是有趣的 在跟廠商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 跟自己拍自己的影片 很怕不同的是 我可能自己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自己交文寫完 很覺得好笑 就上傳了 那我可能就不管大家的意見 我自己的好笑就上傳了 可是在跟廠商拍業配文影片的時候 就不同了 你要把我交文寫完 要給廠商看完 廠商要通過全部審核過後 才可以拍影片 於是這個時候就需要很多的溝通 跟很多的討論 要怎麼讓這個影片呢 保有自己的風格 同時也要傳到廠商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溝通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畢竟如果這個影片 喪失掉你的個人風格 或喪失掉你的影片原有的有趣度 那這個影片找我來拍 或是找其他創作人拍 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有時候呢 我會很感謝有些廠商 會給我很大的空間 讓我去發揮 對這個影片發揮 我可以去發揮的東西 他不會設限太多 那有時候呢 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可以讓這部影片 保有自己的風格 同時也傳到廠商的訊息 達到一個雙贏的局面 我覺得這是 可能業配影片 就是拍商店影片 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開心 網友也開心 廠商也開心 自己也開心 那不就太棒了嗎 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像之前 有一個廠商 彭虹Man 他找我車做一個影片 他們其實每次跟廠商接下的時候 廠商都會丟不同的題目給我 有些廠商說 我希望你就是 廣告我們的某一項產品的 一些產品特點 假設說 假設是某一支手機好了 我們手機的時候 什麼功能 你要把它講出來 那彭虹Man這個case 他就是 他不要講到產品任何資訊 那時候不需要講到 他只要講到一個觀念就好了 那就是男人就是簡單 男人以簡單為榮 那只要整個影片 傳達這個觀念就好了 所以很多網友 看完這個影片 他們都懷疑說 那你講那麼多 影片只要拍得這麼好笑 這麼搞笑 可是我看完 你完全沒有講到 彭虹Man多好洗澡 怎麼樣什麼的 那這樣真的會有人 會買這樣的產品 可是後來廠商跟我說 他們其實對這個產品 這個活動很滿意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產品 傳達了一個觀念 就是說 男人就是簡單 男人就是以簡單為榮 所以之後呢 假設是男生 要去買彭虹 就是買墨浴乳好了 他們看到彭虹Man 覺得要簡單 他們就會買那個產品 所以這個影片 就只是傳達力 觀念 一個想法給他們而已 那我之後 有另外一個例子 是我 我跟一個鞋子的廠牌合作 那那個廠牌合作就是 我就是無所不用其 把這影片講得非常非常好笑 那其實很多網友會討論說 其實我在網路上 有看到很多網友在討論說 浩浩的影片很好笑 但這裡有人會去買單嗎 這裡有人會浩浩裡面去買嗎 然後就很多網友推文說 什麼 只是好笑 你不會買 但是後來發現說 那個影片拍完之後 沒幾天 那時候有一次我爸就很無聊 他就是上那個官網 想要看一下說 這個鞋子到底賣得好不好 結果發現那個賣場的全部都 都被賣完了 就全部都是已經缺貨缺貨缺貨 然後我想說 哇 原來真的有人會去買 會去買我就是我業配的東西 那覺得還蠻開心的 沒想到 默默的影片有一些渲染力 那我也覺得就是 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拍出一個我覺得很好笑的影片 網友覺得可能很有趣的影片 那廠商呢 也覺得說 這張影片有拿到他們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的合作 是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對 今天在分享 就這樣